尽情去接探討遺產管理人 繼承人拋棄 兄弟姊妹拋棄 父母親拋棄 直系血清 非親子拋棄 當然 母孫 反正直系血清拋棄完以後 通常是在全人或利害關係人 申請遺產管理人 我現在介紹的是這案子 因為我跟刺利山電解水設備廠商比較熟 當時林董和王董他們都是同學 同學就寫一個總代理權契約書 結果王董認為他是愛沙尼亞 這個刺利山電解水廠商的總代理商 林董也相信他是代理商 所謂的共識是總代理商 林董往生以後 子女不承認 子女不承認王董是總代理商 當時所打的企業 他所銷售的產品要向王董這家公司 子女不承認王董 所以就產生了契約 增值 那這件事情三太元有 用三太元名義進口 當時是因為規避王董的契約 所以用三太元進口 變成說有王董和林董的公司 說你利用三太元來進口就是違約 違約就要罰款 但是法院認為說你根本沒有總代理權 所以你的契約就有問題 三太元為了把這事件釐清 就申請參加人 林董這個公司就反對 反對三太元公司為參加人 整個案子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這也發生在110年9月9月間裁定 他是這麼講 台灣高等民事的法院民事裁定是這麼裁定 他是說 這是110年度上益之地這個案號 申請人是這次氯酸電脊水設備 這是債務人 你欠人很多錢 也就是被上訴人 表示以議審法官認定 他們王董這家公司沒有總代理權 所以一審判輸 他上訴 認為說 這個林董都肯認了 這應該是契約行為 但是因為 這次氯酸電脊水設備這家公司 他不承認有總代理 林董往生以後 這契約行為就是解釋的問題 商類申請人應 以這家總代理商 請求侵犬行為省在賠償事件 申請博匪相對人之訴訟參加 我不曉得他當時為什麼會反對三太遠做訴訟參加 我不曉得 但是台灣高等民視法院也是這樣裁定 他說 相對人之訴訟會用參加博匪 訴訟參加會用由相對人負擔 這個問題就產生在這裡 他說理由是 按舊兩道之訴訟由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為福祉一照起見 就該訴訟敘俗中得為參加 這我常常在講一個法律上利害關係的 和事實上的利害關係的人會不一樣 得為參加 當事人對於第三人之參加得申請法院博匪 民宿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 第六十條第一項前段定有名問 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者 即因兩兆所受裁判之結果 自己需受其影響之位 該條立法議則理由 即這關法院十七年 申至第四十二號判例議則參詐 而第三人就兩兆兼之訴訟 由法律上利害關係之情形 包括有本訴訟裁判之效率 即以第三人者 即法院所為裁判之效率 當然舉以第三人 此該第三人在自私的司法上的地位 因當事人以造敗事而直接受不利益之影響者 而第三人以訴訟標的物有權利者 而第三人以訴訟標的物有權利益 至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 其他人間之訴訟 法院所為裁判之效率 雖不及於第三人 雖不及以第三人 占如一兆敗訴 但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之結果 將使第三人 將使第三人在自私的司法上之地位 所有不利益之影響者 准此 参加人參加訴訟 其在輔助當事人之一兆 為訴訟行為 使得勝訴結果 第三人之父 借以維持自己司法上的利益 第三人之父自參加 刑事上之目的 雖在协助一兆當事人 取得勝訴判決 辭職之目的 旨在保護第三人自己之利益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抗之地 1110日裁定義者才能找 若兩兆敗訴結果 沒有 這個應該正確是講 若兩兆訴訟之結果 謹足此第三人在觀念上 情感上 經濟上或其他事實上 層面受影響者 該第三人 既非由法律上利害關係者 致無此期參加訴訟必要 這高法院 103年度台抗之地 811日裁定義者参照 2 這被上訴人 上訴人 上訴人以元損起訴主張 一以 被上訴人 前以106年10月25日 千例協議書 下稱細徵學藝書 下稱細徵學藝書 以進口產品價格三倍之罰款 起料 申請人 申請人 一為以 相對人 名義 三代人名義 向 這家 愛三尼亞這家公司 訂過 契徵產品三次 顯然 為一致任得請求 申請人 賠償 約定之罰款 前對人 以 高院 申請訴訟參加 旅遊 列宇 三代人 以這家公司 就是上訴人 為 之在前人 申請人 申請人 利用 依名義 進口 矽徵產品 藉以規避 矽徵學藝書 所約定因幾戶 這家上訴人之服務會 依 益之 矽徵學藝書 定例之時候 依認為 這是公平正義的問題 不容申請人 誤導法院 依就 本件訴訟之 勝敗 自有法律上之 利害關係 所以申請 輔助 這家上訴人 參加訴訟等以 4 申請人 則以 相對人 對於本件訴訟 無法律上之利益 利害關係 唯有 一名訴訟 第六四條第一項 前段規定 申請 駁回 相對人 之 參加訴訟 訴訟參加 5 查 相對人 主張 相對人就是主張 就是 相對人就是 三太元 1 以 上訴人 今為申請人 則債權人 等情 一經 申請人 火認 縱使是債 染戏徵 協議書 僅涉及申請人 這個就是講說他火認 火認說是債權 所以變成說 產生了一個問題就來了 他是說 上司人 就進口的 契徵或比所生之權利益物關係 此關 契徵 學御書 DDA 人為申請人 和 上司人等的人 而無其他人 聖明 就是說 三太元沒有參與 至於 相對人 三太元公司 跟 這個刺利山電子水水設備 這家 債權債務關係 則為 另一獨立的 法律關係 本於債之相對性 要以本件 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 無色 以及 無論本件判決結果 如何 相對人仍應對 這家 策利山電子水水設備 賠償 罰款之效率而已 不因此 不因此 影響相對人 視或為生前人之 債權人之地位 相對人之 司法地位 顯無可能 因本件 訴訟 之判決結果 因此 因此 罰罰昨天 於所不利益 因此 無所不利益 顺败之结果 对于相对人之在前不生任何影响 相对人对于败诉之一照 并无主张本诉讼裁判不当之实义 主见相对人并非对于本件诉讼 无法利上 他是讲有法利上 主见相对人并非对于本件诉讼 有法利上利害关系之人 相对人虽纯明依之 戏征协议书定律之始末 以这种的生前人 乃规避于戏征协议书之约定 依为相依尽后 以这种的公平正义问题 不容生前人误导 瓦怨等于 从其量 仅认为在观念上 情感上 事实上是利害关系人 所以他最后这样讲 然论其就本价 本件诉讼有何法利上之厉害关系人 圣明 所以相对人以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之一 第一项规定 申请辅助上述人参加本件诉讼 以法既有何法利上厉害关系人之第三人 则申请人以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 第一项前段规定 申请博匪相对人 诉讼参加 唯有理由 财定如主 但是我们说到这里 就表示说这间参加人的 申太炎就被薄匪 实务上是这样的 实务上 你当时 他对方要欠申太炎 四十七万七千五百块 利息除外 后来 申太炎在一百年 一百年八年七月间 再前让与 再前让与 对方不承认 不承认